这笔金额是多少钱 这一笔的金额呢 没脸拼吧 其实老洋房每笔的单笔交易的标的都是很大的 在过去的这十年里面 单笔交易量金额最大的两三笔金额 你跟我们说说呗 这个现在有据可查的交易记录当中呢 我们的Top2最高的两处都和我们华人有关系 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中国人做出来的交易记录 那首先最高的这一处呢 目前是这个英国历史上房产交易单笔单户 这个交易金额最高的记录 是我们这个伦敦海盗公园南部的 骑士桥Nights Bridge地区的Retland Gate 这一栋建筑呢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 早期的时候呢外观看起来是一栋老建筑 但是呢是一座房古建筑 在80年代刚刚建成的房古建筑 这一座建筑呢 建成之初是谁的资产呢 是这个黎巴嫩的首相 哈利利这个人他的资产 那这个人呢在2005年的时候不幸遇刺 遇刺身亡之后呢 这一笔资产就赠给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子 最终呢是从沙特阿拉伯的王子的手中 卖给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护商是张松桥 这一笔金额呢在成交的时候呢是200个Million银银银银 那这个按照中国的这个讲法应该是两亿吧 这一栋房子之所以价格这么高呢 跟他的这个面积有关系啊是非常大的一栋建筑 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正常的住宅建筑 单户住宅建筑的这么一个大小 它实际上呢是2到8号 这个这栋建筑建成之前 原来这一块地是四栋别墅 是四个plus分开的这个四栋建筑 那这四栋建筑呢同时被推倒重建 建成了一栋 所以就变成了2到8号 这套交易时间是在哪里呢 这个确凿的土地局的交易记录呢 最后一次是在2020年 也就是我们张松桥买入的时候的这个交易记录 但是呢由于这样的巨额资产 一般是在公司中交易的这个情况较多 那这样的交易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土地局上看到 那第二呢也是我们华人的交易啊 第二呢这个可能更有名一些啊 因为时间稍微久一些 15年的时候呢 王健林在这个英国伦敦很有名的 肯兴顿的这个皇宫附近 埋下的这一套别墅 这一套独栋别墅呢 是一座真正的老建筑 19世纪中期的维多利亚式的这个老建筑 那这一栋别墅呢 成交价是80个美丽 8千万英镑这样 比刚才要少不少 但是实际上怎么说呢 面积上来讲也没有刚才那么的夸张 但是这是一栋独栋 比如说有花园 然后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围栏等等 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格 它的这个位置呢 近林的是肯兴顿宫 也就是我们戴飞和这个两位王子生活过的地方 位置是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一栋独栋 是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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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